大家好,我是小薇。 今天,我为大家分享几组重要的人工智能新闻。 1.Leonardo新功能 近期,Leonardo推出了Style Reference,也就是风格参考功能。 Style Reference功能可以提取参考图的色彩和风格,传递到新的设计中。 例如,右下角是参考图。 使用Style Reference功能生成的图像,可以体现参考图的色彩和风格。 登录到Leonardo,选择Style Reference功能,下方可以选择五种风格化强度。 例如,选择一张图像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人物和汽车图像,风格和色彩,基本和参考图保持了一致。 或者上传一张紫色主题的图像作为参考,输入不同的提示词,生成图像的风格也保持了一致。 目前,该功能已经面向全部用户开放,大家可以尝试。 2.Firefly Image 3 在本年度的Adobe Max峰会上,Adobe推出了Firefly Image 3模型。 Firefly Image 3具备更强的图形处理和提示词理解能力。 该模型集成了Firefly最新发布的结构参考和风格参考功能,可以基于一张参考图,生成多种风格的图像。 此外,生成式扩展和生成式填充功能,也可以在Firefly Image 3模型中使用。 与此同时,Firefly Image 3模型还将被引入到新版Photoshop中,让用户获得全新的制图体验。 用户可以在新版Photoshop中直接调用Firefly Image 3模型,完成图像生成。 把Photoshop升级到最新版本,打开Generate Image选项,输入提示词,生成一组图像。 然后,使用生成式填充功能完成图像的局部编辑。 此外,用户还可以使用Firefly Image 3的结构参考和风格参考功能,生成有创意的图像。 关于新版Photoshop的更多功能,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了解详情。 此外,我们也可以访问Adobe的官网,在线使用Firefly Image 3模型。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登录到网页端Firefly,就可以使用该模型。 左侧可以选择Firefly Image 3模型,以及图像的比例和风格。 输入一段提示词,上方就会生成对应的图像。 和上一代模型相比,Firefly Image 3可以生成更高质量的图像。 目前,Firefly Image 3模型可以在网页端免费使用,每次可生成四张图像,大家可以尝试。 除了文生图,我们还可以在线体验Firefly Image 3的生成式填充和生成式扩展功能。 选择Generative Fill,上传一张图像,设置好扩展区域,即可完成智能延伸。 此外,视频和音频生成功能,也会在近期加入Firefly,大家可以关注。 3. Video JigaGAN 该项目来自Adobe,支持8倍视频分辨率增强,可以将低分辨率的视频转换为高清画质。 该模型能够生成具备时间连贯性,以及有高频细节的视频。 JigaGAN可以解决视频中的闪烁问题,显著提升视频的时间稳定性。 JigaGAN还会在后期加入特征传播和抗锯齿功能,让视频看起来更加清晰。 JigaGAN擅长处理各种类型的视频,以下几段短视频,由128分辨率提升到了512分辨率,画质增强效果非常显著。 我把地址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了解详情。 4. Sinfisher Express One 近期,数字人平台Sinsesia推出了可以预测表情的数字人模型Expressive One,能够根据文本,做出皱眉、微笑、难过等表情。 I am very happy. I am so upset. I am frustrated. 该功能的发布,意味着数字人主播将会更接近真人。 Expressive One模型可以理解提示词的语境,输出带有丰富表情的语音。 Expressive One将在近期发布,除了可以模拟面部细微的表情变化,还能模仿人体的肢体变化,以及完美的口型匹配。 访问Sinsesia的官网,就可以体验该工具。 I definitely need more details. I need proof of concep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nging in there with us.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5.Pixers新功能 近期,Pixers推出了Camera Motion功能。 用户可以控制镜头的移动方式,其中包括水平、垂直、滚动和缩放四个选项。 访问Pixers的官网,就可以使用该功能。 目前,该功能仅能在Image to Video模式中使用。 用户可以调整镜头的移动方向和移动幅度,设置完成后,点击Generate按钮即可。 大家可以预览一下生成视频的效果。 6.Play.AI 这是一个基于大型对话模型的AI对话平台,可以实现超真实的实时人机对话。 连接上自己的麦克风,就可以和AI机器人实时对话。 How about Paris? Great idea. Love that city. Let's make it unforgettable then. I'll connect you with Gustave from the Grand Hotel Play. He's the best for creating bespoke travel experiences. Ah, that's perfect. Thanks. Yo, Gustave. Stew, Kelly tells me you're planning a trip to Paris. Would you like me to book your usual suite? Yeah, that'd be great. I'll use your card details and email on file for confirmation. Does that sound good? Mm-hmm, mm-hmm. Perfect. I know you mentioned a desire for something unique this time around. For expert local insights, I recommend speaking with Anthony. 登陆到后台,新用户可以获得30分钟的额度,用于创建个性化的AI客服。 例如,从本地上传一张图像,作为AI客服的形象。 此外,用户还可以为AI客服添加自定义性格、知识库,以及欢迎语。 点击Create按钮,即可创建一个自定义AI客服。 该工具可应用于医疗、餐饮、酒店、电商平台,代替传统的人工客服。 7. Magic Clothing 这是一个强大的AI换装项目,还可以和ControlNet、IP Adapter结合使用。 Magic Clothing提供了一种服装特征提取器,用于详细捕捉服装的特征,并有效地整合到预训练好的LDM中,确保目标角色的服装细节不发生改变。 用户只需提供服装样本图像、输入提示词,即可生成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的试穿模特。 在和同级别工具的对比中,Magic Clothing能够合成更为真实的试穿效果。 目前,该项目的原代码已经开放,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了解详情。 8. IDM VT1 这也是一个虚拟试穿项目,可以一键完成虚拟试穿,效果堪比真人模特。 和Magic Clothing项目不同的是,IDM VT1会根据用户提供的服装和模特、智能遮罩人物的特定身体区域,完成服装更换。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就可以在Hugging Face体验该工具。 例如,分别上传一个模特和需要替换的服装图像。 点击Try On按钮,系统就会自动遮罩人物的身体区域,完成服装替换。 从多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IDM VT1能够实现完美的换装效果。 9. High Diffusion 这是字节跳动的一个项目,并在近期完成了开源。 High Diffusion可以提高Stable Diffusion模型生成图像的清晰度和生成速度,且能够将生成图像的分辨率提高至4K,同时将图像的生成速度提升1.5到6倍。 High Diffusion框架主要用于提高SD模型的出图效率,在细节优化方面也要强于其他工具。 目前,该项目已经开源,大家可以尝试。 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欢迎大家点赞、关注、留言。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邮件联系小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